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采购商 再到整个物流 金官等所有服务 加起来其实就构成了整个外贸行业的生态 所以把外贸的整个链条 生态 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算法的数字化格式展现出来 对供应商和采购商进行精准匹配 这就是雅拉所理解的贸易产业互联网的概念 陈一安说道 想要做成产业互联网 必须要强大的实力和扎实的根基来支撑 目前雅拉在生态的建设上并没有达到产业互联网阶段 但产业互联网却是企业的使用和目标 在陈一安看来 要做到外贸行业的产业互联网 必须要有很强的上下游打通能力 1.个源连接能力 也包括资源及行业整合能力 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即企业要跟采购商进行紧密链接 或者能有让采购商与产品对接的平台 APP或者独立站的数字化工具 也就是企业想要把闭环打通 就要抓住整个贸易闭环的起点和终点 但仅仅这两点还不够 要打通闭环 实际上就是要链接链条里的几个关键环节 2.商务能力 集结课代课 验货验场的能力 这要求企业要有自己的落地团队 保证采购商和供应商在对接时 中间的语言沟通 选址 采购等环节能够落实 3.供应链的整合能力 这包括企业对跨境物流 清官 退税等后续服务的整合能力 只有以上三个能力都打通 具备了产业图形之后才能考虑如何将贸易产业互联网化 由于传统贸易中采购商出单后 其采购要求信息不能及时向供应商传达 要不断的通过后续的线下沟通才能把信息逐渐完善 这就导致信息的滞后性 所以要做到产业互联网化 就是要将信息全息实时化 也就是当场写的订单 可以立刻通过数字化手段 让供应商和工厂可以在APP或PC端立马查看到 同时这也要求企业要具备数字化的手段 给客户做精准的画像 这包括采购商所来自的国家 从事的行业 爱好习惯 需求体量 以及当地市场行情等 且也要清楚供应商的类型 自主研发能力 产品课征 产能规模 以及是否适合出口中东等 据陈一安称 很多做得很大的传统外贸公司都具备产业雏形 但之所以并没有将贸易做成产业化 就在于企业对于数字化或可订单匹配的转化 信息实时化 在线化等手段理解的并不够 或者企业认为产业互联网的概念 如今并没有蔓延到贸易行业 而对于一些面向最端的跨境电商 对数字化的操作很理解 但却不具备产业雏形和做产业的能力 同样也是无法做成产业互联网 因为任何一个行业 一旦加入互联网的手段 就会变化迅速 同时也很有可能会使用户获客成本 教育成本都越来越高 这时候就要看企业的应变能力 以及理解能力如何 B2B外贸的互联网进化局限 谈及雅拉为什么会有做产业互联网的愿景 陈一安坦言 雅拉是做贸易出身 如果只是单纯做一个跨境B2B平台 或者建独立战打造报品 也能赚钱 但正是由于已经做了多年的传统贸易 深感该行业有很多可以优化的地方 可以节省贸易成本 且做产业互联网的贸易 转型对于供应商 采购商来说都是共赢的事情 陈一安告诉一方众议 目前雅拉上线的平台版本 还看不出产业互联网的方向 但其8月份将上线的迭代版本 可以看到雅拉 根据自己的理解在上一阶段平台 运营的基础上 正在往产业互联网方向 努力调整和摸索的成果 比如在该版本中 从产品的形态上 雅拉会把工厂信息 商品信息展示等划分的 更加细致和明确 此外 当采购商在平台上 进行做测试 雅拉也会预留更多的数据 采集买点等等 逐渐完善 自己的大视剧系统 第二版将是其往产业互联网化 进行迈步的一个图形 但目前雅拉要先做好的 就是着眼于当前的2B平台 中东的2B业务 有太多的历史局限性问题